作词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白 你不是今天早上回深圳吗 怎么还不回家呀 果果不肯好好地用奶瓶喝奶受了好多 孩子这是想妈了 你不能老为了工作让孩子遭罪呀 看这一夜只都看半天了 怎么了 生生果夜有问题啊 没问题 谈成了 谈成了 你现在是我们丰盛的大功臣啊 都谈成了开心点嘛 你们两个干嘛呢 生生果夜谈成了 还不赶紧给叶小白订一种好吃的庆祝庆祝 订订订 赶紧订 多吃点东西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对 下午赵总还来呢 生生果夜的事情你还得忙 惊喜 看完这么开心的 惊喜 送你的 谢谢你啊 你那个朋友帮我把号找回来 特够意思啊 送了好多装备呢 不用客气 你之前不是送过我玩具的吗 还送过东西 那怎么能是玩具呢 那是扭蛋 扭蛋很神圣的 喜不喜欢 还挺喜欢的 后来我儿子也没怎么生病 那就对了 很管用的 你不打开看看啊 最近看你喜事重重 我觉得你需要他 这是什么 又是给我儿子的 这是我的心意 来来来来 我给你示范一下 压力大的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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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鹤 自从接了生生果夜这个项目 我老是觉得同事们都怪怪的 我 开会 回头再说 喂 快递 我 我们 在哪儿啊 我先往前走 看见一个茶馆 再往前 然后呢 停住 我 我转身前面 好 好 我就在这儿等你 你好好赵金子嘛 有你的快递 潜收一下 刘夏 你怎么知道是我 我就闭着眼都能听出你的声音来 又在搞什么事情 造你一个礼物嘛 就这 不是 来 来 让我们为生生果夜干杯 那什么 我哺乳器不能喝 我就抿一口 你们干了啊 好 我还以为为了什么事呢 这样板上钉钉的事情 有什么好清楚的 你太看得起我的能力了 我到现在复盘这件事 都觉得 怎么那么快就谈成了呢 有管一鹤在 怎么能完不成呢 也是 要不是因为之前她跟高总 我根本就想不到 要并购向阳果夜呢 行了 你们庆吧 口口声声说要独立不靠男人 现在这种走后门的事情 也不知道在庆祝什么 月月 别理他 他就是脑子转不过弯来 怪你没告诉他 我没告诉他 我没告诉他 小白姐 这以后你可要照着我们呀 是不是 给我们点一手自信 来 来 好 管总他是常住深圳呢 还是深圳湖南两头跑啊 管总 哪个管总 看 好 看 不 这个就这个 这 这是啥啊 这就是礼物 看看嘛 你之前那号不是让人给到了吗 我就在网上买了个新号 装备皮肤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肯定比你以前那号是 你是不是脑子有包啊 你要给我礼物 你就直接给我就好了 你 这个 我说这也需要一点点仪式感啊 对 我还是喜欢之前那个号 那号你给我放过烟火 没事 你那号都没了呀 我拿着新号一样给你放 不用了 你哥已经帮我找回来了 我高兴坏了 你看 你有这种事你还找他 你不找我 游戏他又不懂 反正你哥通过游戏公司 神总广大的 帮我把号找回来了呀 就认识人多点 本来我还想感谢他 请他吃饭的 结果他说他有事了 我看微博上 我嫂子发了一个 从浪山出差 回来庆宫的照片 我估计是陪他呗 小白去浪山干吗 你好 我找管一鹤 我不认识 他前两天去了珠海 现在应该已经回来了呀 管一鹤 早辞职了 辞职 什么时候的事 都好几个礼拜了 原来那个前台 也跟着一起辞了 现在这个前台 不认识管一鹤是谁 你是 原来的前台 赵金子吗 对啊 就是他 怎么了 怎么又回来了 我刚跟我爸通了一个电话 他跟我说 我们融资的项目 要跟丰盛合作 是的 还是小白去去浪山谈的 是郭副总和你父亲 亲自接下的 留下不说我都不知道 我的意思是 那以后是不是 又像那会儿在浪山一样 小白姐和我们 在深圳板一起工作 这个不清楚 我还没有跟小白 沟通过 你们现在是假以方 还说公司分明 就这样怎么分啊 我还一直以为 你不会把感情 带到工作里呢 我们在浪山没有见面 你不会一直骗小白姐 说你在珠海吧 可以呀 你们这么瞒来瞒去的 不怕谎言越来越大 对了 我租了一个 我觉得还不错的办公室 我把地址给你 你下午要不要去看看 我一会儿先去找刘夏 你一起去吗 你们去就行了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开播 所有人 你这个提议不是不可以 喂 小白姐 你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小白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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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啊 小白姐 你们这样有意思吗 我一会儿 produces个四五五五五五五行 不太好 你们是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们是隔壁公司 不好意思 怎么回事 这都能错 对 对不起 津津姐 不好意思 津津姐 管总 你家里事处理完了 哥 东西给你放哪儿 东西就先放那边吧 行 慢一点啊 我里面有个竹台 很贵的 好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这是办公室 别弄得像小女孩过家家似的 不是 怎么有小女孩 怎么就过家家了 那谁上次丢了账号 还哭着鼻子来着 不是 那个账号 对我有很特殊的意义 东西都给你放里边了 那那行 你们赶紧走吧 这就走 我再待会儿吧 我看看你工作环境 别别别 走吧 走吧 那个哥 我先走了 走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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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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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请你吃饭啊 你 你什么情况啊 我费尽心思 不就想当好你助理吗 如果你真的想要认真工作 帮助你爸 麻烦你拿出一个 专业的样子出来 我 我怎么就不专业了 我不就是想让工作起来 大家能舒服一点吗 别给自己太多压力 工作开心了 才能给公司干出更多的业绩啊 有什么问题吗 难道你这么说 这人都应该穿着睡衣去打仗了 不是 你能不能不跟我爸一样啊 你怎么那么固板呀 比起不定工作 我更想要的是快乐 再说工作也可以是一种乐趣啊 你非得把乐趣变成责任 变成压力 跟你们在一起工作好没意思啊 放轻松点好不好呀 懒得跟你说 明天咱们让金字姐 请咱们吃吃料吧 我知道有一家特别好的店 你怎么静想着吃吃吃 光这么点忙 不都是应该的吗 哥 我如果宰一下你女神 你不会心疼吧 你闻定吧 我有事我先走了 她怎么走了 吃吃吃 不吃啊 吃一点好吗 你说怎么这么晚的还不回来 要是小白直接喂了她就吃了 小白直接给她她吃吗 她之前不也不肯吃吗 我说什么奶的 别哭 别哭 那个奶粉里边是有添加剂的 那孩子喝惯了奶粉 她就不吃母乳了 哥哥 哥哥 咱们吃一点好吗 咱们吃一点好吗 乖乖 你也不吃 她吃点不饿 吃一点 咱不吃 来来来 宝宝宝宝 来了来了来了 好乖乖好乖乖 吃吃吃 你看 你看怎么着 她不是吃得挺好的吗 还说她不饿 我看哪 还剩小白一段奶吧 这个孩子大人都受罪 不是 不是 你说小白 每天呢要从单位挤奶 好 挤出来的奶呢 还要快递送过来 果果又不喜欢喝 我们果果听话 是不是啊 我们不想这么早断奶 我睡了 我睡了 一鹤 有你们两口子合作 我放心 不是 等等 其实因为 我老婆的问题 我就很害怕别人 你怕什么 说我们有什么 就怀疑啊 就怕我们是有什么 交易什么的不好 但是 放心 我已经想好了一个 一个很好的 一个方案 没有人敢说 我不想听 走 爸 这这么多得了 喝那么多酒了 走 我们上 上 上楼 上 上 走 走 走 那个你 没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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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扶您 我扶您 上楼 爸 爸 爸 那个我站站站 说你们干嘛 喝这么多酒 你好好多 我顺利上楼休息 没事 我没事 你不能扶我 你 你没醉 你没醉 我没醉 没醉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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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喝 慢点 拿衣服 慢点 慢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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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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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走走走 你慢点 慢点 我帮你拿着了 走吧 我给你帮你拿着 你拿着 我来帮你拿着 你拿着 我来帮你拿着 你让我拿着 我来帮你拿着 喂 我有件事情想问你 现在是下班时间 算工作外 成了 我这再也不问我就要憋疯了 你想问什么 我听马维说 不知道管一鹤去了生生过夜 他还说晚上的时候 看到你和管一鹤在公司附近吵架 是为了这事 这公司改娱乐公司算了 怎么每天都是八卦 这 这就生生鬼也不是坏事 为什么要瞒着你 赵金子 你知道吗 听说过 她是老赵的女儿 之前我跟一鹤引练 谁都没有说 他学会管一鹤 为了一鹤 来过丰盛应聘 后来跟着一鹤去了胜利金峰 当前谈 什么人啊这是 现在的姑娘都疯了吗 知道人家有老婆还生婆 这 不是 他是一白风美 他图什么呀 一鹤刚离职的时候 赵复城就想挖他去生生果业 但他那个时候答应过我不去的 但现在还是去了 他不是 他人家除了 你陪就说 你这边为什么 都躲出一脚 但是什么 他們一直在拿 把人家买了 我现在就打了 那么有香 就行 我听说 他在家乡 乱的 他把人家嫂 也不听啊 那我们家乱 ia 你别嘴硬了 心里真不担心吗 要我说 这吵架归吵架家 肯定是要回的 夫妻之间吵架 不管吵得多天崩地裂 该撒娇服软 还是得撒呀 行了 你个小丫头骗子 这是原则问题 那你也不能不管不问了呀 这男人吵架不回家 你知道他在外面干吗 行了 你别 吵架操心了 我想办法去看看他 那我先挂了 慢 慢点 慢点 真是 喝那么多干吗呀 不是继续喝吗 赵总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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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喝了啊 我爸也喝多了 喝什么呀 我跟你说你爸酒量不行 行行行 你就你酒量好 来喝点水 我要回公司 回公司工作 不是 我要工作 工作 工作 你 你要没事 我 我就先走了啊 你快醒醒 你 你 你快 小白姐她误会了 你快帮我解释解释嘛 解释什么 解释你们两个 大晚上的一起喝了酒 还进了一间房 还换了衣服却清清白白 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不是 叶小白 我跟你解释半天 你怎么就不信呢 你就算不相信我 你也应该相信你老公吧 一句话 算了算了 这 这 这是你们两口子的事 你们自己解决 真是 小白 你不要真正误会 真的 我到什么事都没有 你放心 对啊 孤男寡女 大晚上的 在一个房间里 顺便换了衣服 多正常啊 是不是 能不能好好说话 那我怎么才算好好说话 如果是你看见我今天喝多了 趴在床上 一个男的穿着浴袍就这么出去了 恐怕你早就动手了吧 是 我知道 我明白 至少我 我会先了解事实嘛 那你当初打高山的时候 怎么不先了解事实呢 男人跟你不是能一样吗 要说不一样 你这次更过分吧 难道因为我是女的 我就肯定有问题啊 别无理取闹了去 别无理取闹了去 我无理取闹 你有家不回 跟赵金子不亲不楚的 我不该多心吗 你一再和他跃进 怎么你一点问题没有吗 小白能不能别那么情绪化 如果我真的要跟赵金子有什么呢 早有了 你什么意思 后悔了 嫌我多余了 好啊 你现在跟他开始也不迟 我什么时候嫌你了 你怎么现在越来越 像一个怨妇一样 不可理喻呢 对 我自己也觉得自己现在 越来越像个怨妇了 从我相信你会让我幸福的那一天起 我就有了太多不欠实际的期待 为了弥补你那三百万的缺口 我拼了命的工作 为了让果果能够拥有足够的母爱 我再忙再累 我也挤出时间来陪伴他 可是我并不是超人 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偶尔地帮我一捧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骗了你 是我要逼你去工作 不要的吗 是吧 你没有骗我 你也没有逼我 是我自己 被女儿 妻子 母亲 这些身份捆住了 你看 我 绝对他 aquyn 說我 Esper aging 的 用 两个족 我也希望 可是失望太多了 我累 既然你这么累了 那为什么还给自己 那么大的压力 因为我不像你 可以一拉洗力 就当这个家不存在 我现在工作稳定了 你完全可以不用工作 可以留在家 你真的以为 你有一份好工作 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吗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现在工作稳定了 家里的生活基础 管一哥 我们离婚吧 离婚 怎么又跟我提离婚 不如会倒退错样子 体面一世 小白 小白 妈 一鹤呢 你刚才不是说 临时有事去公司处你吗 我以为一鹤 会跟你一起回来呢 一鹤他公司刚落地 需要加班 他这两天都睡公司了 你这么说妈就放心了 妈在家给你们带好果果 你们俩呢在外边呢 就好好地安安生生地 忙你们的工作 你没有骗我 你也没有逼我 是我自己 被女儿 妻子 母亲 这些身份捆住了 妈 要是果果喜欢喝奶粉的话 母乳就断了吧 不行不行 您就好不容易这两天 刚适应努卤和那个交替喝 挺好的 小白 你呀 就辛苦辛苦 等妈的 不都这样吗 妈 我现在的情况可能 算了 我先去喂奶了 你也早点休息 我先去 gefAY 我先去就吃了 我先去吃了 我先去吃了 我去吃了 我去吃了 你先去吃了 我去吃了 你可以吃了 嫂子好像对我有点误会 误会 什么误会 昨天你不喝多了吗 我就送管总回房间啊 结果她就吐了我一身 我顺手就换了那件浴袍 这刚出门就碰见嫂子了 然后她好像就误会了 走 回房间 走 出租 我叫呢 请问是去环球广场的吗 对 请上车 请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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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去附近的一方城 我有急事 快点 儿子 妈妈昨天回家了 是你睡着了 所以就没吵醒你 知道吗 岳飞你好 结账 没想到咱俩的品味还挺一致的 抱歉啊 玛丽姐 没关系 反正我习惯在办公室 备一些能换的衣服 这也算是职业素养的一部分吧 这才是常态吧 没什么 突然想起来 之前你带儿子来公司的事 明白了很多 没有什么是常态 都是被生活推着走吧了 以后我应该去远一点的商场买衣服 免得咱俩再撞衫了 你要是这么想 我倒是省事多了 昨天看了你的邮件 我没想明白 你应该知道公司没让你避嫌的原因 现在项目成了 崔总之前又承诺让你参与这个项目 那为什么要申请调理啊 我就是想靠自己的努力办成事 而不是靠管一鹤 成大使者不拘小节 爬到顶峰的时候 谁还管你是走上来的还是跑上来的 况且你的方案做得不错 这也能酸管一鹤的 你说得对啊 这是我的项目 就算回避 也是管一鹤该回避啊 就是这么一个纯属巧合的误会 非得搞得这么尴尬 对啊 金泽 金泽 我是你爸 你对管一鹤 我不像 什么就你不像 爸 可是你把人喝多了 我 我照顾一下他 况且他又是我领导 我这不也是为公司分忧吗 你回浪山吧 我不 为什么呀 你在深圳 锻炼得也差不多了 下个礼拜 你回浪山 我让你让叔叔安排一下 别别别 等会儿爸 我是管总的助理 你让我回浪山了 那后面的工作怎么办呀 这个不用你操心 爸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也觉得 我跟管一鹤有什么吧 你可是我爸 你闺女我什么人 你是知道的 那你认为 我应该怎么觉得 我们就是工作关系 就这么简单 你回不回去 我不回 我没干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 你不回是吧 不回你明天我相信去 你一个大姑娘 你跟她一个隐婚男人 就是什么 金子 金子 你一天一天长大了 爸不是要逼你 我是担心你把自己搭进去 到时候受苦的是你自己 爸呀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别人误会我就算了 你也误会我 我跟谁说去 我还一肚子气呢 我真的 我冤得慌 我都等了你这么多年了 你不清楚吗 不说了 那我就先去加班工作了 你先睡吧 拜拜 咦 高总 你要喝杯咖啡吗 我帮你泡一杯 别装了 你刚才不是在偷窥我吗 谁偷窥你了 我干嘛要偷窥你 你是不是 忘不了我呀 第一 我没有忘不了你 第二 这是公共场合 请高总注意言辞 第三 第三 第三是什么呀 我信公听 第三 我虽然是无意撞见你打电话了 但是 但是看见高总这么紧张一个女人 还真是出乎我意料 你怎么看出我紧张了呢 高总 您这个时候还在装 可就没意思了 装什么了 我有什么可紧张的 哼 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